那麼在這還有一個問題請教一下您 就是她說的兒子現在青春期滿戀長了青春痘 現在帶他去做醫美合不合適 其實做醫美當然其實你知道吧 我跟大家講一個數據 這個醫美你知道有多少的男性現在開始做醫美了 在2021年的那個調查報告當中 有35%的男性都有接觸過這個醫美的項目 像執法啦 漏毒感訊 所以蠻高的 皮脊比我們想像還高 那剛才呢她剛才提到說我兒子的青春期 那其實現在有一個東西是在青春期的時候 她就是18歲以下 那18歲以下的話父母親一定要幫小孩子簽同意書 醫生才會才願意做 那有的醫生他甚至他不太願意做這個minor的這一些醫美 因為有時候他覺得他還在長或是幹嘛的 所以說這個是比較另外一個議題來存在的 這個同意書 那有時候這個父母親他為了就是要讓小孩子很好 他就跟就說我一定要讓他做 可是有時候小孩子不願意的話 以美國的醫生來講他是不會願意做的 因為不是說你父母講的我就拿他 他會看一下這個小孩子的意願 那有時候小孩子他其實青春都已經長很多的時候 他其實自己醫院要去做的時候呢 那這個醫生他才願意幫他去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其實在美國他很注重這些小孩子的一些心理的建設 所以說有時候這個父母親要帶小孩去做的時候 其實要跟他們做好一些心理的事 先跟他們溝通 所以說其實來講說以男性來講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是以治療性為基礎啦 像青春痘啦痘疤啦 執法啦或是有皺紋 那女孩子來講呢 他就其實是用這個來增加這個自信心啦 或是美還要再更美啊 是是是 平時還要再更高啊 眼睛還要再更大啊 你知道嗎 所以他這個這個的需求量還是 需求的這個目的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所以說以男生來講 其實我覺得第一線是一定要跟人家的這個小孩子溝通一下 那這個是因為是幫助你的關係 然後讓你這個 其實有時候這個小孩子 他在青春期長很多青春痘的時候呢 他其實也是會去減減 就是讓他自信心會有少一點的 會有一點那種self-conscious的這個問題的 所以說最主要是說什麼都可以做 那可以聽到可以做海飛秀可以換夫 可是最主要是讓他們同意 讓他們願意做這件事情 對 因為你有時候 你做了之後他反倒是灌你媽媽 或是灌你爸爸的 你怎麼帶我去我就不想要去呢 這樣這樣這樣 媽媽講我都是為了你好啊 好的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樂莎醫美容中心的美學總監Melody 謝謝你的回答 謝謝喔 先祝你苦年快樂 謝謝